上週公布的經濟數據疲弱 其中週五的美國就業報告顯示 失業率升至4.3% 加劇了公眾對勞動力市場惡化 令經濟陷入衰退的擔心 同時巴菲特旗下巴郡哈薩威 第二季度出售了接近一半的蘋果公司持股 令到蘋果股價下跌4.82% 收市價是209.27美元 同時也影響輝達 微軟和谷歌姆公司Alphabet 出現股價下跌 而華爾街的恐懼指數 CBOE波動指數 就大幅上升 我相信市場的反應 今天已經超過過敗 原因是 川普說他們的資料是依靠 我們知道他們在下星期間有關注 他們把那門開了 跌至收市 標普指數下跌160.23 跌幅3% 收報5186.33 納斯達克指數下跌576.08 跌幅3.43 收報16208 杜瓊斯工業指數 下跌1033.99 跌幅2.6% 跌至38703.27 絕對我們的經濟 開始下跌 而是 發生了一些 恐懼 喂喂 看完米酒住呀 記得like啦 subscribe啦 還有按鐘仔先 支持我們 支持真相 clic 拜拜